是什么原因 让养殖户对着200多只新生的小羊糕 望洋心探 又是什么原因 让这位养殖户 今年享受到了30年来 最悠闲的一个春天 那个养羊的时候没有时间 想也想不起来 现在挺好的 春天玩 观察我 面对越发严格的进入令 养殖户到底该如何面对 一面是环境保护 一面又是牧民的经济效益 两者该怎样平衡 来看本期聚焦三农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羊 眼下正是养殖生产的 高峰时节 对于养羊户来说 现在最忙的可能就是 每天在羊卷里面 接生和照顾小羊糕了 随着最近两年 羊肉价格的不断提升 羊产业迎来了春天 在内蒙古自治区 戴钦塔拉 苏木布日 很忙哈嘎茶的养殖户 胡日茶 今年刚刚收获了200多只小羊糕 本该十分高兴的他 却每天都在为这些 健康的小羊糕苦恼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记者的调查 胡日茶是内蒙古自治区 科尔沁右翼中期 戴钦塔拉 苏木布日 很忙哈嘎茶的养殖户 今年他家养了400多只羊 记者见到他时 他和亲戚正在羊圈里忙碌着 你好 咱们这正是干嘛呢 给羊糕打疫苗的 打疫苗 这些都是今年刚产的小羊糕吗 对 今年这个羊的价格怎么样呢 价格14块钱一斤 一斤 这个价格是高还是低啊 高 跟去年比呢 跟去年比高两块多钱 春天下小羊糕 对于每个牧民来讲 都是高兴的事 并且今年羊的市场价格较高 有了这200多只小羊糕 就等于提前有了不错的收入 然而 胡日茶看着这些小羊糕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饲料现在不够 基本上四五天得 吃八十斤左右 就是小羊糕 对 你这饲料备的 现在是够吃到几月份的 几月份左右 也就备了三个月的料 对 看来 胡日茶是遇到了饲料短缺的困难 那么 对于放牧为生的牧民来说 为什么还要储备饲料呢 原来近几年 内蒙古自治区 针对当地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 实施了禁木政策 采取了退耕还林 退木还草 化区轮木 封山禁木等 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措施 尤其是从2016年开始 当地延长了禁木时间 从之前的禁木三个月 改为了禁木六个月 也就是说 无论在牧区还是半牧区 每年的4月15号到10月15号期间 是不允许放牧的 因此牧民们就需要提前储备饲料 并且改变饲养方式 从牲畜放养 改为牲畜圈养 那么 禁木也已经执行好几年了 每年禁木之前 提前储备草料 也已经是常态 为什么今年草料 没有储备沟呢 去年的禁木期 胡日茶又是怎么过的呢 就去年加根钱散放一点 散放一点 那去年储备了多少的草料 去年比这多一些 还比今天多一些 对 然后再散放 就这一年就过了 对 那今年为啥不行了呢 今天不知道 据说今天挺严的 所以你就没法放了 你就还得想办法买料 对 北草 胡日茶告诉记者 目前他还缺四千捆的草料 至少也要再投入三四万元钱 而且目前很难拿出这么多钱 事实真如胡日茶所说的这样吗 真的拿不出这笔钱吗 在记者一再追问下 胡日茶说出了心里话 再买这些草味的话 基本上本就进去了 就挣不了啥钱了 为啥 这么回事 那你说 现在买啥都贵 基本上就平了 你要能卖十多万 你搭的也就 就是投的也十多万 基本上就挣不了啥钱了 以前放木的话还有利润 对 现在就是为这个草料 成本太高 对 你周围现在散养的还多吗 现在进木了 基本上没有了 别人都怎么办 那其他人怎么办呢 其他也这样的呗 就将个瓦能称保肚子就行 我们刚刚采访过的胡日茶 目前面临了养殖方面的困难 表面上看是因为资金不足 导致今年夏季的草料储备量不够 而实际上 是因为在愈发严格的进木政策下 成本的增加 有可能导致他今年的利润不高 甚至有可能亏损 那么在这种大的进木环境下 这里的羊到底还能养吗 现在其他的养殖户 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再到下一家去了解一下 他叫高文林 是当地粮中厂的一名养殖户 家里今年养了400多只羊 记者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忙着加工饲料 咱这个刚刚加工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咱们用玉米干做的颗粒饲料 是喂羊的吗 对对 喂羊的 还挺烫手的 这里面都掺了什么呀 这里面三分之二是玉米接杆 往来这里头有豆板 有麸皮 有微量元素 等等这些东西 这么多东西 主要是接杆 主要是接杆 三分之二是玉米接杆 那你这样直接喂这个行不行 你为啥还要投入机器 做成这个精饲料呢 直接喂这个的情况下 第一是营养太单一 往来浪费得多 三分之二都浪费了 我要是通过加工 把它做成这个饲料 做成这个饲料之后 它是营养提升上来了 往来浪费减少了 看来高文林 也在为浸木器的饲料做准备 然而与胡日茶不同的是 它不仅在饲料储备上 没有节约成本 反倒购买机器增加了投入 那么高文林究竟是 如何算的这笔经济账呢 咱们放一年 比方说咱下一个正常的羊 放一年 涨了50斤 咱们喂完这个饲料之后 喂上这个饲料 喂完之后 它能涨到80斤 这个成本 就是细算账的话 这个80斤跟50斤的羊 它卖的价肯定是不一样 那你算过大概 多长时间就能回本了 这个的话 我算过的话 这个已经就是 去年就回本了 突然转变饲养模式 对于每一个牧民来说 都会造成影响 高文林转变之初 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就拿2017年来说吧 我那公司 要草没草 要料没料 那是感觉 就是两手抓空的感觉 当时完了就是 从朋友 那个的朋友 亲戚的借的 那个钱买的草料 当时呢 有是不是身边 有人也不养了 对 当时身边的朋友 亲戚啊 都该卖的卖 该什么不养的不养了 还一直不懈努力地 坚持下来了 此后 高文林主动改变了 饲养模式 不仅升级了设备 还通过地方政府组织的 新型农牧民经营提高班 学习科学喂养 和芬兰技术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完成了转型升级 那么现在的高文林 在禁牧政策下 想法上又有着 怎样的转变呢 禁牧对我们牧民来说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经过一年的努力 我发现禁牧政策吧 有些困难 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 要是干得好 甚至还带来更大的效应 为了恢复草原生态 也为了让牧民们 可以更好地 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和发展 禁牧就成为了必然 而作为当地牧民 如何去适应禁牧政策 如何转变自己 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就变得异常重要 那么 对于如何保障禁牧期 牧民的饲料问题 除了牧民追加投入 或者自己想办法解决以外 当地政府 又是否有一些应对措施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 科尔勤又以中期的农牧局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一个管理系统 我们全期现在得补贴的是 43,821户 补贴资金达到 10690万元 下面就是一个具体的补贴名单 那你算过吗 平均下来大概每户 能得到多少补贴款 平均下来每户 大概是在2400元左右 这是一年的一个补贴量 对对一年的补贴量 那这个量在这种 禁木的这个半年内 够他们的成本投入吗 不够 这个只能是补到四分之一左右 四草料短缺是禁木期 养殖户最担忧的问题 而且目前当地 针对禁木期的四草料补贴 对于养殖户来说 还远远不够 那么这一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呢 这是只是我们禁木期的四草料的部分补贴 我们主要采取这个推更环草的形式 加大这个种植面积 再一个就是提高结架的转化率 来保障这个四草料短缺的问题 看来面对越发严格的禁木政策 养殖户们更多的 还是要依靠自己 去适应当下的养殖环境 原始放牧已经取步为坚 那么对于这些 以原始放牧为生的养殖户来说 如何才能做到禁木不减收呢 在禁木大环境下 额尔敦保利高和老伴白莲花 就摸索出了另外一条转型之路 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转型的呢 虽然天气寒冷 但白莲花心里十分高兴 因为这是她搞养殖30年来 最放松的一个春天 那个养养的时候没有时间 想也想不起来 现在挺好的 整天玩 观察舞 还是旅游 现在社会调节也挺好 白莲花说 每年这个时候 正是下小羊羔的时候 而每到这时 她和老伴都会忙得不可开交 根本没时间休息 因此在白莲花的印象中 每年的春天都只有一个字 忙 白天和夜都是忙 要结糕吗 有的天吧 有二十来个下了吧 有的天小糕大羊不管 这个拿回来又这边还有下一个呢 一天三冬饭都没时间 我休息一会儿 她过来就这样 累的时候就趴着睡觉来 于是从去年开始 夫妻俩就转变羊之思路 过去她家养了600多只羊 和40多头牛 去年六月份 俄尔敦保利高 就把家里的600多只羊 全都卖了 又买了60头牛回来 那为什么把羊变成牛之后 就轻松了呢 牛省事 怎么省事 就是它下的少 就一天一个两个的 那就好监管了 所以说劳动强度没有羊的多 此外 维尔敦保利高自己家里 种了300亩草场 生产的草料刚好可以满足 目前100多只牛 在进木期的饲料问题 避免了过去每年这时 还要去到200公里外 购买饲料的情况发生 村收入基本是平衡现在 因为它的羊罐费 是5万5 买草 花将近5万到6万 这样的11万 这样算掉还是养牛 应该多整个2万 1万到2万 现在情况 然而 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 60多年的俄尔敦保利高来说 养羊改成养牛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这片地去年的时候 没这个好 全杀的 一刮风就杀成毛了 去年买羊 羊买完了以后 比钱的好得多了 翻养羊就是 我们自己的养羊就是 操场受不了 几年都变成杀的 没杀的地方变成杀的 也不够吃了 我们也学了别人的经验 人家那个羊转型牛 或者看那个地方 我们也是去过的地方 一去人家那草子起来了 所以说我们也跟着也学吧 一个是构吃 一个是生态也能变好 生态肯定变好了 据了解 随着当地进木政策的越发严格 目前科尔勤又以中期的 草原植被盖堵 已经恢复到了63% 草场的承载能力得到了提高 而对于养羊户来说 随着养殖的转型升级 放牧改圈养 鼓励规模养殖 因此当地羊的总存烂量 较之前几年还略有增加 农牧民生产生活环境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随着进木补贴的发放 农机设备补贴的增加 以及开办养殖提高班 当地政府正在通过多种方式 来帮扶农牧民积极顺利转型 环境保护和农牧民增收 二者共赢的局面 正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发生着 经济高速发展 导致饮食结构改变 中国牛羊肉消费量 一直在快速增加 不改变养羊的方式 我们的环境 根本无法承载这么多的牛羊 这是一本国家级的大账 这本大账看清了 才有可能算清 每家养殖户的小账 标准化 规模化 涉事养殖 将是养羊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饲料生产 加工产业 将大规模增加 科学喂养 规模化养殖 整个产业的形态 都会发生巨大变化 在这场必然到来的产业转型中 谁走在前面 谁就会成为投养 看不见这个大趋势 就会被淘汰出局 产业扶贫 市场扶贫 消费扶贫 感情扶贫 4月3号由农业农村部主办的 2019年首场 三区三州贫困地区 农产品产销对接专场活动 在北京新发地举行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昌富 在开幕式上的一期化 赢得了现场的一片喝彩 我在这里也给我们 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的 优质生产品站台 做一个广告 欢迎大家选购消费 三区三州 主要指西藏自治区 新疆南疆四地州 四省藏区 甘肃省临夏州 四川省梁山州 云南省鹿江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 此次产销对接专场活动 共有107个深度贫困县的 200多名供货商 和全国各地500多名采购商参加 展出的特色农副产品 主要来自三区三州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优良品质 我们在云南省 鹿江州的蓝平县的展区 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这个 看着呢 它是像大米的样子 但是它跟我们平时 看的大米有点不太一样 它是红色的米 这个米为什么它是红色的呢 大叔 这个是大米吗 这个 是大米 哦 是大米 为什么是红色的 我们都是称它红米 哦 叫红米 是我煮熟的 哦 有熟的 有熟的 尝一下 我看一下 尝一下 哦 煮熟了也是红色的 也是红色的 我来尝尝这个味道 和我们普通的大米 有什么不一样 头感还挺好 嗯 头感很好 非常的 非常的软糯 但是呢 它不粘牙 王海亮 已经是第二次参加 贫困地区农产品 产销对接专场活动 去年他卖出了 一吨多红米 今年他也很有信心 拉过来一吨 拉了一吨 拉一吨 都想把它卖了 都能够卖就把它卖了吧 哦 是吧 那您这个拉了一吨 这个信心很大呀 对 我对这个信心很大 新疆的红枣 青海的青蚌 云南的郡类 每个地方都拿出了 不少好产品参展 我们带了我们的六个品种 我们的牛肉 我们的羊肉 我们的前胚子 再另外就是我们的 这个油渣食品 再还有我们就是 这个皮肩制品 羊皮皮 皮肩制品 也是咱们那儿特色 也是我们广河县的特产 特色 主要是有梨脉挂面 梨脉原粮 总共有七种 主要是把我们青藏高原的一些 特有的这些高品质的产品 推销给大家 酒香也怕巷子深 通过产销对积活动 走出大山 来到都市的三驱三周 上千种农副产品 一露脸就吸引了不少采购商 我们已经找了好几个了 都有什么 像我们在外面 外面有个腊肉 然后还有个土豆 那个东西 我们都是已经签约的 都已经签了 对对对 对我们这个贫困地区的 有些产品打入市场 有很大的作用 现在有这个意向签约的吗 活动现场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产销对接签约仪式 签订的采购金额达到了54.8亿元 其中现场签约45.57亿元 同时本次活动还举行了 产销对接帮扶仪式 各地进行了三区三州特色农产品推介 我们现在有200多个农户 贫困户有40多户 菌类的话 它循环大概是四个月这个样子 那么每一亩 差不多增收大概在8000到12000这个样子 本场三区三州贫困地区 农产品产销对接专场活动 是2019年系列产销对接活动的首场活动 今年农业农村部将分片区 组织开展10场产销对接活动 依托农交会 查博会 设立专门扶贫展区 支持贫困地区进一步 以销代产 以销促产 助力贫困地区早日脱贫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三农时序 4月3日农业农村部举办第74期每月讲坛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新荣做了题为 努力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场硬仗的专题报告 余新荣强调 2019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展开加力推进的关键一年 要坚持好自当头 稳步推进 分类指导 注重时效 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结合各种节日和民俗活动等重要节点 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发挥牵头抓总作用 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任务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落实检查评估 加强队伍建设 努力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场硬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来对更多的节目信息查询网期的节目内容 请观众的官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